百年來 你如果站在台灣的角度的話 那就是台灣在追求獨立自主 民主自由 國家自強 這三條軸線貫穿這百年 從這個角度回頭來看 中國共產黨跟回頭來看 兩岸關係 會看得比較清楚 這是一個歷史觀的問題 2016年開始 其實北京就切斷了 等於是說兩岸的交流溝通的所有管道 同個時間 華盛頓對台灣打開了一切的門 北京對台灣關上了一切的門 台灣總要有路走 這個不是蔡總統的政策 蔡總統可以看到2016年的講話 就是說蔡總統希望兩岸關係 跟台灣的國際關係 能夠並進 過去這五年來走下來 台灣的社會共識越來越高 無論是從認同的角度來說 從保台的角度來說 台灣的科技經濟實力越來越增長 台灣的國防實力也越來越增長 台灣的全球連結也越來越增長 我覺得未來四年 不可能 我覺得這個我再強調一次 這不是黨派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 即便是今天是國民黨 即便國民黨拿出原資原位的九二共識 我不知道他那個要怎麼去對應習近平 難道習近平就會因為你這個九二共識 是遠之遠為的 改變他的定位 收回他的政策 這不是荒謬嗎 在習近平的眼中 甚至在很多中共 我覺得蠻多中共的人也是這樣看的 在他們的眼中 他們看的不是台灣人民 他們要的是台灣這一塊土地 他們要的是 現在當然還有國際社會在提醒我 他們要的是台灣的科技 他們要的是這個戰略地理位置 假如我對習近平的理解是沒有錯的 我們要放棄幻想 我們要趕快回來自立自強 想想看我們父母的那一代是怎麼過來的 做台灣人民的工作 融台 會台 那只是手段而已 那個不是目標 他這個手段是服務他統一了 他只要統一了 他那個融台會他一拿掉 還要倒過來 跟對付香港人民一樣 砍台 壓台 自台